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29日签署第15、16、17、18、19号主席令 第15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第16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决定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9月5日起施行 第1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第18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2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通过 限于公布 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第19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 于2023年12月29日的决定 一 任命董军为国防部部长 二 免去唐登杰的民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陆志源为民政部部长 三 免去胡和平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职务 任命孙业礼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三 免去胡和平的文化和旅游部长职务 任命中华人民共和旅游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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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中华人民共和